第1174集 又有福利 楚阳的心中 前几节九节剑的剑法 如同透明的小溪一般缓缓流过 然后流到现在 到了剑柄这几招的时候 楚阳突然间发现 似乎有了改变 质的改变 你感觉到了吗 剑柄神采奕奕的问道 九节剑第六节到手 剑柄所有的虚弱 突然奇迹一般消失无踪 瞬间就恢复了完全的精神状态 而且更加提升了一大步 感觉到了 似乎这四招 对于之前的二十招剑法 都有增幅威力的作用 对 有了剑柄 一柄剑才有了有力的职场 也有了指挥者 运筹者 就如同一个无敌的近旅 这乃是一个团队 随便挑出哪个 都是天下无敌 但这样的队伍 在合作的时候 却容易各自为战 所以这样的团体 在遭遇大规模战斗的时候 反而不能取胜 因为个人能力再强 也是一盘散沙呀 这个时候 就需要一个智谋者加入 来做一只手 指挥控制这些高手们 从一团散沙 凝聚成一个拳头 去发挥最大战力 甚至是十倍以上的战力 去夺取胜利 摧毁敌人 而这位智谋者 要先将自己融进去 通晓 并且根据其强弱点 制造出最强战略 所以他要贯穿整把剑 这剑柄乃是根 乃是指挥者呀 我明白了 比如我的兄弟们 等到我们都是大有成就的时候 不管是独行 邪云 还是寂寞 小狼无伤 不通等等 每个人单独放出去 都足以威震一方 但是各自有各自的脾气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所以一旦搭配不好 遭遇团体战的时候 反而未必会发挥出最强战力 比如独行若是与无伤搭配 战力就有所浪费 而寂寞若是与克敌搭配 战力就有所不足 不同与穷花搭配 却又灵活有余 稳重不足 所以这种时候 就要根据不同的敌人 搭配不同的战力 这种时候 就是剑柄需要调和他们 比如天机的加入 不错 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在兄弟们之中 天机乃是灵魂人物 乃是指挥者和掌握者 没错了 某天机不是灵魂人物 也不是掌握者 但却是指挥者 啊 这就像一个国家嘛 军队出征在外 军队中有大将 偏将 副将 元帅 大将 偏将 副将 各司其职 各有其能 配合 配合好了 就是 无王而不利 而这个配合 在元帅的手里 墨天机 现在的位置 就是 元帅位 这是 剑柄的位置 而你 楚阳自己 纠结建筑 才是掌握者 你拖出了战局之外 却操控战局 你是决策者 指出方向 然后他们一起去奴隶 你的角色 要是在国家中嘛 那就是帝王 因为 唯有帝王 才能指挥元帅 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定位了 楚阳点点头 随后就感觉到不对 这不对吧 若是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么天机独行无伤他们 岂不就成了我的下属了吗 刚才说的 只是比喻吧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因为这种关系 若是刻意的向着上下级方向发展 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会成为你的手下 而绝对不会有任何抵触的 这乃是最融洽的上下级关系了 但若你不想这么发展 也可以 但兄弟之间也需要尊卑大小 要不然还是一盘散沙的 所以你怎么定位在你自己了 而且现在还不是最终定位的时候 哦 楚阳答应一声 却将这件事牢牢的记在心里 如若发展成从属关系 不用等到现在 若是真的那样子 那么自己岂不就脱离出了这个团体 成了孤家寡人 那样的关系楚阳宁可不要 但是这一点他没说出来 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甚至对剑灵都起了几分戒心 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心意 我要的是兄弟 更加要的是兄弟在一起的那份快乐 而不是什么霸业 更加不是什么听话的 可以为我赴死的下属 兄弟可以为彼此赴死 那是因为感情 下属也可以为了上级赴死 那却是因为等级和使命 两者之间虽然同样是赴死 但却天差地远 截然不同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等w.dxp8.com 就在这时 楚阳突然感觉到丹田中一阵翻动 剑尖 剑尖 剑锋 剑刃 剑阁 剑舌 剑柄 同时动作起来 在剑柄的指挥下 每节剑身都慢慢的浮现出一道紫气 最终汇聚成一道正正发亮的紫色线条 进驻楚阳的丹田 进入之后 一分为三 分成了三道鸿蒙真丝 与原本的两道鸿蒙真丝 盘踞在一起 成为紫色的一个小团 这才安静下来 楚阳费了那么大的劲儿 才得到两根鸿蒙真丝 但是在剑灵的号召下 在他们身上分出的那些力量 居然一下子增加了三根 凭空翻了一倍半 等于是实力猛然翻了一倍呀 随即在这三根鸿蒙真丝尘埃落定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力量 突然从楚阳的丹田爆发出来 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凶猛 如此的霸道 如此的突如其来 突然到连楚阳自己都来不及反应的地步 砰个一声 楚阳浑身的黑衣炸得粉碎 在这紫荆洞里 竟然一下子变得赤身裸体 下一刻 那些力量冲出他的体表 四面八方飞射 随后呼的一声 整个紫荆洞里面 突然间掀起一阵紫气浪潮 无数的紫荆力量 紫荆里面蕴含的天地灵气 突然间不要命的向着楚阳蜂涌而来 化作一团团细小的气体 从楚阳全身的每个毛孔之中 渗透进去 钻了进去 楚阳目瞪口呆 他保持着一个滑稽的造型 看着自己 嘴外眼斜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 第六节剑得到之后 你所应该得到的福利了 楚阳已经不能回答他的话了 因为他的嘴里面 也在疯狂的涌进灵气 楚阳感觉到 按照这样的速度 恐怕下一刻 自己就能够被这些狂暴的能量 冲击得暴体而亡 他的经脉已经被扩张到极限 一缕一缕的紫色灵气 带着这山洞之内浑然天成的地气 山呼海啸一般在他的经脉之中呼啸前进 楚阳很奇怪 剑灵为何不将这样的力量收进九节空间里去 但事实上 剑灵却一直在含笑看着 就在楚阳终于承受不住的时候 丹田里的鸿蒙真丝突然出动 九冲天神宫在这一刻缓缓运行 只是一个吞吐 所有进入楚阳身体的天地灵气 突然间消失无踪 然而外面的灵气还在不断的涌进来 涌进来 于是 每当那种即将到达临界点的爆炸感觉 即将来临的时候 九冲天神宫就是一个运行 彻底吸纳 丹田之中鸿蒙真丝的颜色 也就更加鲜亮几分 如此循环往复一波又一波 紫荆洞里的灵气源源不断 稠密到了几乎能够化水流淌的地步 就这么永无休止的向着楚阳的身体 疯狂的灌输过去 但楚阳的九冲天神宫却不紧不慢 就像一个极其精密 极其遵守规则的机器 只有到了临界点的时候 才猛地运行 一吸 于是乎楚阳就陷入了这样的循环之中 前一刻身体空空如也 下一刻身体就被称得要爆炸 经脉都开始往外鼓 甚至连肌肉也在鼓掌 再下一刻又恢复了空空如也 这一刻九冲天神宫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无底洞 在不紧不慢 却贪婪的吞噬着紫荆洞内的灵气 到后来楚阳索性放开了 好吧 既然对我性命也没啥危险 然后还不用我 那我休息好了 你爱咋地咋地吧 楚阳索性展开了内饰 查看着丹田中鸿蒙真丝的变化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楚阳终于发现 鸿蒙真丝的颜色停留在极其鲜艳亮眼的程度 不再发生变化 再然后 下一波涌进来的紫气慢慢积累 慢慢地就又出现一条细如发丝的鸿蒙真丝 然后楚阳很有兴趣地 看着新出现的这条鸿蒙真丝 在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 慢慢地舒展开 慢慢地变长 慢慢地变粗 长大 然后慢慢地停留在正常粗细 开始颜色变化 从灰暗的紫色慢慢地开始向着亮眼之色转变 楚阳终于明白一件事 剑灵啊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了九重天神宫为何在这个世界这么缓慢 而且全无效果的原因了 原来是这个世界的灵气 根本不能供应九重天神宫的正常运行啊 剑灵摸了摸鼻子 很疑惑地说道 我记得 这个原因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你说过吗 我没说过吗 你说过吗 在楚阳清澈疑问的眼神注视下 剑灵终于觉得自己的思想一阵混沌 败下阵来 好吧 算我没说过 楚阳瞪着眼睛 你本来就没说过 什么叫算你没说过呀 剑灵有一种要吐血的感觉 然后楚阳说道 你上次只是介绍了鸿蒙真思 突然想起来 其实上次剑灵说的 虽然不如自己认识的全面 但是的确也算说过了 只不过说的比较含糊 只好强硬地道 没说过 就是没说过 剑灵闭口不言 这货已经不可理喻 而且还是自己的宿主 跟他争个鸟啊 两久之后 楚阳好像听到外面有动静 啪了一声 随即就是扑鼠鼠的声响 似乎是尘土下落 又像沙子洒落一地的那种声音 什么声音 剑灵翻了翻白眼 外面的紫荆洞 已经被吸尽能量 变成了一堆粉末了 啊 你是说 外面那整整一洞的紫荆 已经被我吸收完了 这才吸了不到四个时辰吧 不是你在吸 是九重天神功自主的在吸了 这种速度 比宁天涯和不留情风月五绝成 加起来都快啊 啊 那吸收掉的这些紫荆 要是换算成一般的紫荆 能有多少块 楚阳很感兴趣的问道 不多吧 也就是九千多万块吧 楚阳顿时倒抽一口冷气 瞠目结舌 这么多 太恐怖了 低下头看看自己的小肚子 这么多灵气都进入我的丹田 换算成金粮也有几百斤了吧 我咋没感觉 若是九重天神功消化之后 留下了残渣 那我是不是还要大解一次 第117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生活